不喝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三個之三個 歡迎收看行動之兩隻 這位後面的是Mika 哈囉 Mika她本身是做辦公室工作的 是什麼類型 資訊用電腦 電腦的工作 但是Mika她算是業餘跑者 可是跑很多 應該一般來講 算很多 Mika的問題是跑不跑多了之後 會覺得髋關節不舒服 然後你的不舒服是要整隻腳的嗎 對 都在單車 那妳這樣大概多久了 其實一直來都是右邊很不舒服 妳有去看過其他的說是什麼樣的問題嗎 有喔 就是蠻複合式的 因為可能不是單一個問題 有的是說從腳踝 然後有的是說下 反正就是說哪邊都有可能 這樣就是沒有處理好 Mika妳這樣子平常的跑步 都頻率大概多少 一個禮拜幾次 休一兩天 那真的是蠻多的 也是當職業在跑 妳大概描述一下妳現在的症狀 如果你這樣不動的話 會不會覺得妳現在這裡就怪怪的 有時候坐著的話就是髋關節很緊 然後下背會有點痠 所以連腰都會痠 所以妳在用電腦工作的時候 覺得腰特別的不舒服這樣 回到家的時候有時候會想躺著 就覺得整個腰很痠 那妳這樣跑多久了 有四五年 但有一半的時間大概就是有在受傷 因為這個問題受傷之後 就開始變得比較少 對 或是就是傷到完全不能跑的時候 就會修幾個月 妳會傷到直接躺在地上那種 妳才可能停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直接先幫Mika看看她整整個髋關節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看會覺得是髋關節這邊受傷 但我出去看一下 所以我等一下先幫妳做個檢查 看一下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那妳先伸電往前彎 會覺得腰怪怪的嗎 或是哪一側比較緊嗎 就這裡看 這裡是平常就不舒服的位置嗎 就是當妳坐久之後 對 後仰 這就沒有感覺 伸電往左邊側 這一個喔 這樣 就覺得是屁股類的感覺 這個更多對不對 這個最明顯 對 這樣子覺得就是 臀後側這邊很緊 跟這腳比 就右腳比較緊 右腳緊很多 因為我現在看起來會覺得 Mika她的問題是 髋關節這邊的臀中肌 大磚這邊的臀中肌 接著有點受傷 應該是某是跑步受傷之後 然後就卡了一塊 因為這都只能是猜測 要做完之後有變化 才算是真正的 確定是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妳就直接做它 她就知道 然後我現在處理是她 其實是卡鏡樹 可是卡鏡樹 平安大磚這邊 有臀中肌的一節處 這邊算是 多個只有腳界點 妳自己有想去揉過這邊嗎 常在做 但是覺得都 不會不能到根治這樣子 對對對 其實很多跑者都是屁股 但是他們有的是 離狀肌或是臀中肌 就我覺得 對跑者來講 好像臀部很容易受傷 OK 屁股跟小腸 對對對 但大家都是就是 不到不能跑 還是繼續 跑到島為局就對了 對對對 現在這邊弄的也是她 卡鏡樹的部分 這裡也是超級痠 嗯 ITB也蠻多跑者 ITB都卡鏡樹 就蠻多跑者 蠻多跑者 都是那一條 但是那一條 通常都是這裡 但是後來也都是這邊 沒有沒有 它是同一條 同一條 那當然上下都會 因為妳們都說要叫跑者吸 所以妳們都一直往膝蓋去看 但其實兩個都會影響到 妳講這樣太微軟了 這裡也蠻痠 對 這裡也是卡鏡樹 就是大腿側那一段 對 因為它比較大一片 這邊大家可以看看它的 腰的部分 腰這邊呢其實是 腰荒肌 其實很多人的 髖髖肌的問題 會跟腰是會綁在一起的 如果妳的 看氣質不好的話 妳腰會跟妳不舒服 因為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妳的腰如果問題 太過嚴重 傳下去到屁股 另外一種就是屁股真的受傷 那妳的問題好像是屁股那邊 那附近的肌肉受傷 你知道嗎 對就是這一塊很硬 因為大家都想說要練臀中肌 但其實臀中肌 就是特別去練 它的無力不是來自它 真的沒有力 而是它受傷的所以無力 我大概先測一下 測很多 測很多 這邊好像也比較下去了 也是退一點喔 對 好像只是卡鏡樹太緊了耶 我之前是進入 這一邊的股份 會往前這樣 可是是一邊右一邊右 就是那邊的股份 所以股份就會往前拉 但會緊就是因為我 剛剛說的那種受傷的狀態 就會讓妳的肌肉變緊 所以通常是撥到 這樣子的感覺 就代表它變緊 如果就是看 撥起來很有感覺 但妳如果喜歡用滾筒用 但其實滾筒用的效果也很差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啊 自己比較難撥到 這可以啊可以 這很簡單 大手超簡單的 只是比較痛苦耶 跟用滾筒一樣痛 你是說痛嗎 對痛喔 痛的感覺 好好好 好多的人都這樣 對 用半肌內傾向這樣 還蠻可以忍受痛 另外我這邊弄的是它的 對 這裡 它的骨盆下緣 也是像卡鏡樹的鑽角處 對也超酸的 我後來發現 好多的人都類似的問題 在跑步的時候會需要單腳站 單腳站的時候 那個不是在直的嗎 單腳站的時候屁股不是會穩定 是靠臀中筋穩定 它的臀中筋沒有力的時候 它就開始晃 晃得多的時候 就是這邊會拉倒 因為它徹底太多了 你們跑到沒力的時候 晃得程度太大 然後這邊骨盆的肌肉 就會有點拉傷 然後就開始結塊 然後這邊很多神經 神經要是被壓到 所以往下傳到衝到腳 就會覺得整個都怪怪的這樣子 對 那裡面就有方向 然後再前往一次 感覺收慢很多了耶 之前像右邊 對對對 就會覺得這裡是 對 但現在這個還好嗎 就覺得好一點 但是我之前這樣彎的時候 這裡會卡住 那現在會嗎 好像好一點 這跟這裡有關嗎 這會有 這整個都是 所以整個的問題啊 就是常見的 跑者吸的上面的版本 跑者吸它的定義是說 卡住在這邊受傷 導致了膝蓋痛 跑步的人會導致卡住 受傷是很常見的問題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是 辦公室工作完之後 跑去跑步的 很多人喜歡坐的時候 就半後躺的 那個會導致你很容易受傷 你只要一受傷之後 你在跑步的時候會開始晃 晃了之後看出最容易受傷 看出最容易受傷 看出受傷之後就導致膝蓋 或是關關節痛 只是大家都只看到膝蓋而已 你自己在家裡 會坐床頭嗎 扣床頭做 還好 我都想說直接躺 那你用電腦的話大概怎麼樣 因為我在辦公室滑鼠在左邊 我是這樣 用桌子 滑鼠在左邊我就用左手 為什麼會配置在左邊的滑鼠 你在用的時候會右手撐的東西嗎 會跪的東西嗎 可能會 因為左手要右 右手會跪 你會發現這樣跪著的時候 整個重量都往右邊放 右邊放之後這裡就吃力了 然後這裡就容易壞掉 跑步跑多這裡就拉傷了 我們在用電腦的時候 不要把你的手指放在桌子上 那東西就放在這裡 任何有跪在某個東西上面的習慣 都是不行的 因為你知道這樣跪著 單邊的身體沈重太多 然後這裡就容易受傷 那我現在來教米卡 在怎麼樣的事情去做 這樣維持得放鬆的方式 那你之前都怎麼弄 我之前也有用球按過 後來我覺得就是那個力量不夠 然後現在不是有一種貓枕頭 它是兩顆按摩球電動 那個刺拿來給你墊在後腦勺的 對對對 因為我就是覺得要有那種波動感 然後我就直接壓在這 但好像有點太刺激 我之前有壓到前側這裡 然後有一點隔天太痛 但是就是也沒有改善這樣子 對 沒有變化 好我先講一下位置 我們的卡金束 就在從骨盆的外上圓這裡 連接到我們的膝蓋下面 那米卡現在受傷的位置呢 在這個骨盆還有大轉子 這個骨凸 大轉子中間這一段 會有一個地方是比較重的 它其實是一塊 你們要放鬆的話 就不能往旁邊去弄 所以你就這樣子靠著 車在牆壁的時候 把球放在這個點 車在牆壁靠著 然後這樣左右去撥一撥 然後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要讓我們靠的那隻腳 是圍彎的 可以讓你的大腿放鬆 有 有嘛對不對 這樣會覺得好像不夠力 可以整個躺著嗎 躺著的話不行 因為我們要躺動的話 你們躺著的話 反而會讓它是往生壓的 真的不行的另外一方法是 我們就進階去放 我們剛剛說開進去 它是一整條的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開進去 下面這一段都是 那就把球呢 放在這條上面 然後這條上面 這樣靠著之後 這樣左右抖一抖 去做放鬆 所以是沒力氣的嗎 對 你就可能找兩三個點 然後一樣 左右去撥一撥去 因為它很長一條 所以你就靠著的時候 從上到下 早點三個點 然後每個點做三隻腳就好 對 都很酸 然後你可以當你在訓練後 或是訓練前的時候 把它放多一次 這個方法會比起 大家用滾筒 還要更直接有效一點 那如果用滾筒 然後滾著 然後也是這樣子 不可能啊 做不到 我們說波動的感覺是這樣 肌肉長這個長小 做力量的話 是這樣做力量 滾筒長這樣 橫的嘛 那你要做的方向是長這樣 那就是平行 就這樣試試看 回去呢其實最主要 是Mika自己要去調整 她自己的工作姿勢之後 就看說 我們這樣放鬆之後 可能隔兩三天 走路也不會怪怪的 然後站著也不會怪怪的時候 去跑步看看 然後是不是說跑起來比較舒服 那就知道是不是對的 然後我們就看 如果維持得住就知道了 那這次真的謝謝Mika也承諾 我們的心中指導師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